陆小语 对我看成不公好吗 我们继续说你的故事吧 你被酒厂开除以后 又做了什么工作 我找了几番打杂的工作 但是收入都不高 四平最终也顶不住 厂里人对他的猜测 也辞掉了那份工作 那段时间 四平的爸去了广州打工 我又住到了四平家里 我们活得很艰难 四平显得心烦意乱 总是没事找事的闹 小语 吃什么呀 又吃这些啊 快吃绿了 小语 看 好看吗 好看 那我带了 四平 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就是这个 我不能给你 你带着男不胆女不女的 你还有什么呀 这不就是你妈留下来的吗 你带着男不胆女不女的 还是我带吧 四平 干吗这么小气啊 连我都不给 你这人就是不会做人 这本来就是女孩子带的东西嘛 你早就应该给我 还要我开口跟你要 四平 这是我妈和我爸 留给我唯一一点念相了 如果你想要也可以 等我死了以后 你就拿去吧 你妈都不要你了 还念相呢 我妈要不要我 我想不想我妈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对你那么好 一个破手链 你跟我这么计较 你给我都不需要 小语 对不起 我心里烦 我知道 以后我想办法 给你买条新的手链 比这条手链还要好看好吗 不是手链的事 我不想在家里待了 你说什么 我想去厦门 听那些打工的回来的人说 厦门有干不完的活 钱又特好赚 在家里这么闲待着 倒不如出于闯一闯 可是你要去厦门了 你妈怎么办 你爸现在在广州打工呢 如果你要是走了 有你啊 让你去也去 不让你去我也得去 真是儿女大了 不由娘了 一夜 实在不行 你就让他去吧 这四平他从小就这脾气 想定的事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可我这身子 他爸又不在 我这身上的事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你放心 他走了 不还是有我吗 小雨啊 来 坐这儿 来 坐 小雨 你 你 有句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你跟四平 要是以后真的成了家 那不光是四平的福分 也是我的福分 要是你们万一 成不了家 万一你不喜欢他了 那我也想 任你当个儿子 不知道你 肯不肯 义 你放心 我和四平 不会分开的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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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妈 我现在我送你 什么 四平啊 干不下去就回来 妈 妈 你说什么 你干不下去就回来 干不下去就回来 回来 你干不下去就回来 回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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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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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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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来到这里 那么这一切 就都不会发生了 你是怎么离开的 四片的爸爸回来了 他们都不放心 四片一个人在外面 所以 我也就来到了厦门 必贝 我让你舞步 好 小语 小语 你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最多的 草 不对 最小 不对 脚 脚上穿的是什么 脚上穿的是鞋了 对了 鞋就是你要干的活 鞋 凶鞋 我不会修啊 笨蛋 谁让你修鞋了 是擦鞋洗鞋 现在的学生都可懒了 衣服可以放进洗衣机 可鞋不行 咱俩呢 就周末去他们宿舍收过来鞋 洗干净了 周一再送回去 平时你跟着我上街上 我卖花 你擦鞋 洗鞋能赚钱 当然了 你说我能赚三块钱呢 是吗 同学里的发小掉了 谢谢啊 别丢了啊 小语 你听到她叫我什么了吗 她 她叫我同学 我像大学生吗 我也可以像大学生 是吗 我像不像 小语 像 但是好像缺点什么 缺什么 缺什么呢 缺一副眼镜 好啊 你敢取下我 你敢取下我 不敢 四眼空歇 我走了 一只玫瑰一心一意 两只玫瑰比翼双飞 三只玫瑰小三来了不答应 卖花了卖花了啊 一只玫瑰一心一意 两只玫瑰比翼双飞 三只玫瑰小三来了不答应 三只玫瑰小三来了不答应 我要三只 好 那三只吧 好 给 好 谢谢 谢谢 卖花了卖花了啊 一只玫瑰一心一意 两只玫瑰比翼双飞 三只玫瑰小三来了不答应 现在卖花嘛 甜蜜的爱情可不能没有玫瑰啊 十一只玫瑰是代表一生一世剩一对儿 好香啊 那就来十一只吧 谢谢 谢谢 小语 你像个泥菩斯一样坐在这儿 你以为人家会来拜你啊 你得喊 可我不会啊 四平 刚才那些残人从哪儿学来的 怎么样 不错吧 不错 反正我想不出来 我在花店的花卡上抄来的 关键是啊得灵活运用 真够鬼的 那当然了 我叫你喊 你听着 擦鞋了擦鞋了啊 一块五一双 鞋子光亮 人见人爱 擦鞋了啊 一块五一双 鞋子又光又亮 财路发达兴旺 擦鞋了擦鞋了啊 一块五一双 鞋子光亮 人见人爱 一块五一双 一块五一双 鞋子光亮 人见人爱 快点啊 啊 小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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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 诶 诶 诶 lur 你多少刷 不用刷 你跟我二十刷 那却是六十块钱啊 如果我们每个星期 都有这么多双鞋起 再加上白天卖花擦鞋的钱 天哪 那改成厂里的科长了 那我要是天天 都能刷这么多鞋 白天你卖花的 再加上我擦鞋的 成了厂里的副厂长了 行啊 笑语 副厂长了你 我告诉你 你不听我话 我就拆除了你 你敢 成长 知道我谁吗 这是我们红哥 这一片都是我们红哥的地方 红哥哈 他算懂礼貌 这样吧 少收到点 每个月六百 交个 红哥 我今天没带钱 再说 我一个月也挣了那么多钱啊 你少废话 拿钱来 我真没有那么多钱 红哥 你就高抬贵手吧 都像你这样没规矩 我们还怎么回事 我们还怎么回事 按规矩办事吧 按规矩办事吧 可是我真挣不了这么多钱 我拿什么给你们啊 我他妈谁呢 没钱也行 你不是有个漂亮的小情人吗 大客 来 你看 我逃脱了 不过 丢了一双一千两百块的球鞋 我们赔了人家五百块 小语 你看啊 真的以前啊 咱们一个人一个月 不吃不喝 都买不起这一双 如果按照这个月 咱们连一只都买不起 你看这个 这双更贵 贵有什么用 不给他踩在脚底 还能把他摆起来供着 怎么舍得穿呢 走吧 四边 我看了 看了上火 走吧 走 走 小语 快跑 站住 老板 要这两个号码 这两号是最好的了 这么多六 这么多八 又送又罚 美国家两百块 两百 你抢钱啊 那也太贵了吧 要不要 四平 算了吧 咱随便买一个号就行了 不行 这事不能随便 这两个呢 一个14 一个44 这么多死肯定卖不出去 那 少十个钱吧 十五 行啊 给 带上试试 好 你去那边啊 嗯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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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签试吗 都签试了 正名啊 这笨啊 你笨哪 咱俩得节约电话费 以后能说一个字 绝对不说两个字 嗯 咱俩你得买这两个号 都捡得大便宜了 为什么 竞云便宜十五块钱啊 说你笨你还真笨 你想想 我这尾号是14 你的尾号是四四 都买咪发 四就是发 一四是都发 四四是发发 这帮傻帽 还以为只有六和八之前呢 脑子尽水 给大家看 那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上 这一切俊 这四手 小白眼呢 太怕了 来 七一口 不太怕吗 风哥 小语 风哥你来了 还知道我是谁啊 当然知道了 红哥 给你钱 咋发药犯的呢 这还有 看你是欠揍 红哥给你的友情价是六百 给脸不要脸 嚷一天了 红哥 我 他又要哭泣了 算了 我们也不跟你废话 告诉你 我们红哥 看上你家小美人了 别 乖乖地跟着我们走 咱们谁也别找不痛快 走 红哥 别走别走 你让我先想一想 我这儿还有钱 我给你找啊 我有钱 我给你钱 你让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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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我能吗 我 救活你 我打死你 走 走 快点 快 放 小语 干什么 你们抓错人 他们没打人 打人是那两个人 小语 走 你再走了你们 走 我因为打架 被拘留了几天 出来以后 四平跟我说 我们以后不能再单打独斗了 要找一个靠山 而这个靠山 就是从我们镇上出来的张熊 大家都叫他熊哥 他是一个工头 能给很多人活干 这个张熊 是不是后来保存制造厂 承包工程的那个工头 就是他 他很早就来到了城里 在厦门打工的 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他 朱四平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说他是在街上 碰到了张熊的老婆 张熊的老婆 是四平家的远亲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晚上 我就见到了张熊 他们还把我当成了英雄 来来来 这第一杯酒 为小语兄弟洗尘 干了 谢谢熊哥 谢谢熊哥 来 老公 来 熊哥给你倒上 这杯酒 我不行不行 这杯酒我要敬一下熊哥和嫂子 这段时间对我这么照顾 来 谢谢嫂子 先干为敬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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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嫁的不能那么喝的 心意到了就行了 小语兄弟 你够胆 身手也不错 吃亏就吃在实弹力包上 你如果跟我们在一块儿 全都是自己家兄弟 别人一看谁敢动我们呀 我已经认四平做了妹妹 以后你们的事 就是我家里的事 熊哥在这儿名声可响了 老家来的人都认识他 这刚来的时候啊 大家都难 你们就住在工地上好了 我做饭不费什么事的 这多一个人 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吗 谢谢你们 可是不行 这样太打扰你们了 不打扰 不打扰他 小语兄弟 你现在回去那帮人 能放过你吗 在这儿说了 他们是本地人 那儿的确是他们的地盘 这儿不一样 这儿是我的地盘 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我看啊 你们还是留下来 有活儿 大家一块发财 听你熊哥的 没错 小语 我分不清张熊和四平之间 到底是兄妹关系 还是爱美之情 这些疑虑 很快就被消解了 张熊夫妇和四平 看起来对我充满了浓浓的亲情 我宁可放弃疑虑 接受这些亲情 小语 你看 你喜欢的 这可是好烟 别人给熊哥的 我跟他要一包给你 我跟熊哥说了 你上过大学跟别人不一样 他说现在让你干活 是熟悉一下工地 将来培养你当他副手 真的 当然真的 小语 你可得好好干 给我吃喝你的菜 这是这么多人呢 不好 说得怎么那么多啊 我都不是嫌弃你 你嫌弃我 来 吃块肉 好 不久 工地就停工了 听说是那个项目的开发商破产了 新的工程又没有接到 张熊依旧管饭 但是 很多人或是不好意思 或是有了新的工作走了 张熊家里的老人出了事 他老婆就回去了 我和四平接替他收饭 小语 我们都好久没吃过肉了 有吃有助的 就别挑了 不过 张熊不久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大家重新吃上了肉 是 我和四平之间 我去帮你帮我去吧 我去帮我去帮你帮我去帮我 去帮我帮你帮我去帮我去帮我 我没这么说 可是这种钱我不想挣 小语 好 那你走吧 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 才可以看出 谁是真正的朋友和亲人 小语 我问你一句话 你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 我嫌弃过你没有 没有 我现在没有收到工程款 饭不管好坏 我缺过大家伙一顿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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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 大家怎么寄钱回家 没有钱我怎么去公关 不去公关 我怎么给大家找下一个工厂 可是 可是我们可以先干点别的 干什么 你说说看干什么 你擦个皮鞋丢了箱子 你洗个球鞋丢了还得赔人家 你知道为什么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穷人越来越穷吗 因为他们手里有了资本 钱就可以生钱 我们有什么 我们除了一身的力气 还有什么 在没有资本之前我们能靠什么 我们只能靠力气 那些个有钱人 他们的钱比我们多那么多 就真的比我们干净吗 就说现在 说破产的这个老板 他每次请客吃饭的时候 汤里边都要撒一层金箔 亮晶晶的 晶子 说这样对身体好 你们谁舍得这样 你们谁不是两眼见了 晶子就呼呼地冒着光 很多的有钱人 靠着我们的力气和命 挣了很多的钱 可他们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碰瓷 怎么了 那是在教他们 在帮他们行善 如果谁没有这个胆量 也没有跟着我同甘共苦的决心 要走 随便 只是以后见面的时候 别叫我哥 孙哥 我跟你干 我也干 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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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小语也干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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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百分之三十 剩下的 你们几个评分 这个活儿不比工地上 你们要多动脑子 别的组 可比你们挣得多 秦哥 我有话想说 讲 龙小宇他 他不像个爷们 没错 每次他都往后缩 从来也不往前冲 也不会吵架 就把他逼急了 他才站在那瞪着眼 看着车主 这叫什么呀 唱戏啊 亮个相就想拿钱 要在老家戏台上 想得个词 还得耍枪弄棒 翻个跟头的 这钱我不要了 你们分吧 兄弟之间 别光讲一个钳子 小宇啊 你有头脑又有力气 既然已经干了 就不要再扭扭捏捏 有的人多读了点破书 就又想当表的 又还想立正经牌子 你们说什么 小宇 三叔 四爷 房仲 三叔 小宇 这样吧 这钱 我先替小宇收着 明天请大家喝酒怎么样 熊哥 大家一定要来 一定得来啊 这段日子 我跟小宇 多亏了大家的照顾 小宇是个读书人 我是个女人 我要谢谢大家 这杯酒 我先干了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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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家的兄弟 你也讲几句 我不该动手 这杯我干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跟小宇 不能再拖累大家了 小宇 我们俩都想好了 从今天起 我们俩准备办干 这样分钱的时候 饿着就饿着了 我们不能再拖累大家了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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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是想好了 就你们两个人 行不行 我堂兄七贵 过几天就过来了 我们三个没问题的 好 既然你们都想好了 今天不就是来通知我们的吗 来来来 这事儿 就这么定了 来 我们再干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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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 奇怪 你眼睛怎么大 没事 我这么进程 那个什么 我那个车钱二十八五钱 先给付了呗 打车来的 你四成我就付吧 你看 按小宇讲 叫死你 那么贵 真把自己当副驾公子了你呗 看不打你 这本身命都醒不了 不是 这这不进程了吗 我看他这海鲜都活的哈 不像咱们那里边 那全都干的 那你多吃点 嗯 那 肯定金麦当劳 你们吃过几次 其实 我们都没吃过 真的呀 当然真的了 我上次碰 碰谁了 碰一个老乡 他给我一个肯德基的彩图 回来一看贵得要命 在那吃一桶什么鸡 在这能吃好几顿的 哎 不对呀四平 那脸怎么 啊 不是我看我看 没事没事没事就滑了一下 没事 快吃吧快吃吧 哎呀四平小时候脸可好看了 你现在也挺好看 但是女孩的脸特别重要 你得注意点啊 你说你们俩这过啥日子啊 啊吃吃不上喝喝不上的 你看她脸还给碰了 写信不是每次写都挺好的 这也好那也好的 我为了上城里边来不给你们丢脸 我今天特意去县里边买的衣服 你们看 这都牌子了 啊 其实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老人好 嗯 在哪里都有哪里的不容易 也对 行 没事啊 以后就好了 啊 有什么事呢 咱们仨一块弄 啊 天塌下来有哥撑着 啊 要不你是我哥呢 来 你那 你那别喝了 你那玩意对脸不好 你看 哎呀 撞人了 撞人了 快来看他撞人了 喂 这一次我们真的成功了 在司机的脚落地的那一刻 我们的钱有了沼落 不是 快烫了 快烫了 我去看看还有啥 嗯 小姐 鸡腿 快吃 我吃了 吃啊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吃不完啊 不老茂这不是买的 这个东西不要钱 不要白不要吗 真的啊 嗯 同事的感觉真好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离开家的理由 我干一个 我干 干 一二三 他们都说吧 你不像老盐了 碰财这事呢 让四平去 我昨天一看 你手的一张开 你就跟英雄似的 谁要再这么说 我跟他急 奇怪 这毕竟不是正经事 干不长的 我知道 但是啊 咱们干几笔大的 以后就不干了 得让四平过好日子不是吗 四平也应该过好日子 好看吗 你好 奇怪 你说得对 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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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呀 哎呀 坐人了 哎呀 我女 你坐人了 哎呀 下来 你看吧 你坐人了 哎呀 是呀 太开人了 是呀 坐人了 坐人了 你怎么看声音 你不长眼睛 两个大活人你往身上压 你这不要出人命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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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不是说什么色情啊 你这 这东西坏了这么费 这辈子都完了吗 我去找房屈做老你 这要出人命呢我跟你说 有没有知见 我过来送你去医院吧 快叫警察都傻站着干什么呀 谁要出警察 别叫警察 别叫警察 警察来你就完了 姑娘 你没听她说吗 你还得坐牢什么的 你就跟他们私了 商量商量得了 私了 什么私了啊 你们商量商量要多少钱 孩子给你们私了就完了 人家也不是故意撞你的 警察来也是给你们钱 商量商量行不行 多少钱呀 你们商量呗 对呀 先给两万 两万都不多 你知道吧 但是人家这孩子 不是故意撞你的 你甘心下来态度也挺好 小女孩不容易 你商量商量行不行 那 你你你这样 你说话呀你 一万块钱 你说话你装傻了你 这好乱 对 让警察来断断 我们要去了医院 务工费 营养费 治疗费 一样都不能少 不让人花多少钱呢 给他 给他 是不是啊 对呀 对呀 琢磨琢磨 你琢磨琢磨 我不是想给你们一点钱就两事了 他 他 他留这么多钱 又没有什么的心愿了 你以为我们傻呀 我们占钱你就开车一跑了 城里人没一个好东西 圈儿骗子 不是不是不是 姑娘你就给他就完了呗 你叫他自己上医院 但警察来还得扣你本 你给他们钱 他自己上医院就完了 别废话了 该叫警察快点 咱就骨头签了 他就骨头签了 先给他 给他 给他 你钱就完了 我们真的不用去 还要两人呢 不会的 不会的 反正让我 我就给他这一万五 是不是 给他钱吧 拉倒了这事就 他给他自己进去 陪你年算啊 这一万五 都一万五 没有了 一万五 都一万五 南方的风暖暖暖的吹 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 看见你远去 身边无人跟随 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 也许命运只有一颗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求求没有消退 这一刻我呼唤 我想你 我已经很累 我没有责备 请不要问我谁谁 拉住你的手 瞬间无语相对 沉默中心与心靠近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回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回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也许命运只有一颗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这里有个家 我们一起回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你的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